然后呢 偏城之水 为什么叫偏城之水呢 就是说像水势一样流过去 碰到了这个人以后 是测出他的中心线 就是我的中心线 左右空出来 偏城 如果是往这边偏就往这边偏 如果往这边偏就往这边偏 往这边偏城以后呢 它形成了一个螺旋 螺旋的运动的落地 落地以后就升起 落地升起 然后偏城之水呢 必须要注意射击射 我现在过来 如果你是往这边的 我硬要往这边 它就没有射击射 这是一个概念啊 第二个呢就是 你往这边我也往这边 你往这边我也往这边走 但是它还有问题 我在前进过程当中 像这个地方前进碰到你顶点了 碰到顶点以后呢 它是射击的 为什么射击呢 它没有膨胀 它上去以后它是缩小的 但是那边放大 对吧 对吧 如果我一味的是放大 就是没有射击射 这里边就有顶的东西了 我就是一味的放大 一味放大放大放大吧 但是这边再缩小 你看 它就来了 它就有其效果 所以这个是射击射人 偏城射击射人 然后射击射人 它起了以后呢 能起来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放大缩小的感觉 就是前进的话 它是放大 什么放大 前进放大 前进放大放大放大 它是意念放大 手心上面一点都没有放大的作用 形上不能有放大作用 如果这里边有夸张这样放大 这个还是行 但是行的话 它就是异的 就是异的 没有没动 没动 意念放大 意念放大 这下一个一样 我能够理好 没有放大 然后我会想起来 你不敢 不敢 我会想起来 你不敢 你不敢 我会想起来 你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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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